乐吉儿明明比书琪小四岁,二人同穿碎花长裙,差距却那么大。 前几天,书琪在微博晒出美照并配文吃素原来不会瘦,这可是让一大波正在减肥路上的人伤心了呀。 原来依靠吃素减肥这么不靠谱。But,重点是书琪都那么瘦美了,竟然还减肥。 最近,书琪一身碎花裙现身活动现场,整个人风采依旧,颜值和身材一直妥妥的在线呀。 有没有发现,这身碎花裙莫名的眼熟呀? 连衣裙整体直筒的款式,好穿不挑身材,就算不是书琪也能轻松驾驭。 盖过脚的长度,气场十足,隔住屏幕都能嗅到女神的气息了。 搭配了一条淡蓝色腰带打造出高腰线,线手线高两步。 小碎花的设计配上蝴蝶结,少女感爆棚呀。可见小姐姐还是有颗少女心的。 极具辨识度的五官,留起偏风卷发,尽显温婉和气质,也修饰的脸型更加小巧。 戴上别具设计感的耳环,由内而外都散发着高级感。 作为模特出身的乐吉尔,相比曾经,近年来却是逊色了不少,颜值和身材都是大打折扣,毫无当年的气质。 之前乐吉尔身穿一起碎花裙出席活动,略为修身的款式,胸前却是一码平穿,毫无女性美感。 和性感优雅的乐吉尔去哪儿了? 不知是不是长胖了的缘故,脸型变得圆润了,就算是偏分发型,也掩盖不住她的脸型。 圆形的耳环也趁得脸型更圆,就不能换个长点的耳环吗? 连衣裙的背后采用了深V的设计,显示出背部线条。 不过事实总是不尽人意,乐吉尔的驼背让整个人的气质全无,身材走样到害怕呀。 乐吉尔明明比书籍小四岁,二人同穿碎花长裙,差距咋那么大? 乐吉尔完全一副路人脸好吗?果然书籍的高级感不是盖的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